荣耀有可能干掉苹果吗 你可能会说 荣耀不就是那个先是和小米在微博和发布会上打口水战 打得呛声连连 然后又是在线下和OPPO Vivo贴身肉搏的性价比手机吗 跟小米OPPO Vivo干价的友商怎么可能干掉苹果呢 说的没错 不过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 脱离华为独立后的荣耀得到了一件大宝贝 那就是高通的5G芯片 这明显是要剑指高端手机 替老爹华为收复失地 而从市场份额的变化来看 荣耀也是表现不俗 从最低股时的3%已经是回到了14.6% 搭乘骁龙888PLUS的荣耀高端机型Magic 3发布 从中低端到高端 从一坨华为到独立后的背水一战 这期间荣耀到底经历了什么 干掉苹果的企图有可能实现吗 故事要从华为卖身荣耀说起 2019年华为被美国列入了十几清单 高通不再向华为出售高端芯片 华为研发的麒麟9000芯片 在2020年9月15号之后成为绝唱 剩下的那点库存呢 当然是要省着点用啊 但是再怎么接一缩是 库存总有用完的一天 自研高端芯片又需要投入大把的时间和资金 所以去年一整年华为高端手机迟迟没有新品发布 第三季度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了23% 这跟主打中低端市场荣耀有什么关系呢 这么说吧 多亏这对上阵父子兵 曾经同华为一道拿下了国内近一半的市场份额 从此声明远播 关键时刻把亲儿子放出去自己闯 荣耀成了华为决战手机高端市场的后手 去年年末任正非大笔一挥做出了一个壮士断腕的决定 卖身荣耀 华为不再持有荣耀任何的股份 这是为啥呢 为的就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荣耀这个亲生儿子不能因为华为的缘故 在高端芯片供应上受牵连 送别时刻 任正非鼓励大家 荣耀啊 你已经长大了 不要再藕断死联 我希望未来你可以成为你爹的竞争对手 甚至可以高喊打倒华为 今年元旦之后 荣耀正是独立运作 但真正独立上阵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变化多端和深不可测 首要问题就是高端芯片从哪里来 荣耀为什么错过今年上半年新款手机发布的高峰期呢 还不就是因为芯片一时半会供应不上来吗 仅一年之隔 市场份额就从2020年高位时候的16.7% 跌落到了只有3% 好在人日夜奋战行动力超强 独立后第一时间恢复了跟高通的合作 终于在前一阵发布了搭载高通骁龙778G处理器的 荣耀50系列手机 第二个难题呢就是 过去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背靠老爹华为这棵大树好成梁啊 现在孤零零的一株独苗 人还认你吗 过去几年挂着华为门头的线下店 里面呢是既卖华为也卖荣耀 导购小姐姐的台词啊也是简单粗暴 这玩意儿就是华为的一个系列 消费者一听 好华为的这性价比还高 这叫什么 躺转华为红利 但是现在还能这样子做吗 绝无可能了 划清界限那才是最安全的生存之道啊 失去了往日光环的荣耀 进驻线下商场安家的时候呢 是没少吃闭门羹 人商场就说啊 你品牌比不过华为 人流比不过小米 这好位子就这么几个 凭什么给你啊 荣耀呢只能够拿出当年华为手机线下铺 或是打地面战的姿态 一家一家的去磕 黄金商圈下沉市场 一个都不能够放入 那荣耀为啥要攻下高端手机这块难啃的骨头呢 咱们大多数人都喜欢性价比啊 中低端难道不香吗 这就要看你目光锁机有多远了 是要守城还是要开拓 想要开拓必然要跳出舒适圈 一方面高端手机对于厂商来说呢 利润更高 更重要的是未来是5G时代 物联网时代 眼下配置成熟的高端手机 无疑是万物互联的绝佳入口 谁先抢占这个入口 谁就锁定了更多的用户 就像现在很多国粉买电子产品 基本都只用苹果 因为它的数据都在苹果里 已经接受了苹果的生态 国内高端手机市场长期是苹果华为双雄对质 华为遭遇芯片断供之后 华为Mate系列旗舰手机新品一直都没啥动静 这一下就让出了35%到40%的市场份额 华为跌倒 苹果就吃饱了 其他国内的手机厂商像小米 OPPO VIVO也纷纷发起冲锋 高端手机市场现在是风起云涌 荣耀当仁不让 肩负了替老爹华为扳回一城的使命 荣耀能够帮助华为收复失地吗 绝非易事 单靠堆料不能够在高端市场立足 华为Mate手机的麒麟芯片 为用户提供了独特的价值感 那么荣耀到底有什么呢 新发布的荣耀Magic 3 重点发力影像 力求达到拍电影大片的效果 Magic 3系列作为荣耀进攻高端市场的主力 能否改写眼下手机行业的格局 我们拭目以待 毕竟背水一战的荣耀 大可纵情驰骋 攻城掠地 这就是它对华为最大的尊重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